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是情绪智慧呢? 人人都有情绪 而我们在情绪上加添智慧 这个就是情绪智慧 第一部曲就是 我们需要辨识自己的情绪 第二就是 我们要表达、分享自己的情绪 第三就是 要处理、面对自己的情绪 所以说情绪智慧的六部曲 就是一个知己知彼的情绪技巧 我举个例子 例如 我明天要上台演讲 是很紧张 这个就是我要辨识到自己的紧张情绪 如果我明白 我明天要上台 是紧张的情绪 我需要表达 我会找妈妈一起去分享 说给妈妈听 我紧张的感受 跟妈妈谈了之后 妈妈会说给我一些处理的方法 譬如你现在等下这个练习 我们一起去删下 你明天上台之前 记得深呼吸 你就会没有那么紧张 除了要明白自己的情绪 人际的关系 或者这个是 和人相处的过程 我们是要明白其他人的情绪 也是一样 我们是要辨识到别人的情绪 辨识了之后 我们是要有能力 是和他沟通 分享他的情绪 而最后一步 我们能够是 帮他处理 帮他面对的情绪 而这个情绪智慧的六部曲 我觉得如果小孩子 在小时候都能够掌握 是增长了他的情绪智慧的 我亦希望家长在家里 提升小孩子的情绪智慧 不需要告诉他 这是第几部曲 但是整个概念 是要在我们的心中 如果他拥有这些技巧 他的人是会开心一点的 身体会健康一点 情绪亦愉快一点 或者在人生 有一些重大的逆境的时候 他会懂得正面地处理